我覺得他們把它拿來做這個比較 是不對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殲20 它就是事實上 它是跟F22是相對的 所以如果你要 今天要比照殲20 你應該要拿出來的是 F22來跟殲20做對比 就好像你應該要拿 這個F35來跟殲31做對比 你不應該拿的是 這個殲20來跟F16V來做對比 這不應該的 這個就好像說 你拿一個日本的蘋果 跟一個美國的蘋果來做對比 這不合理 日本的青森的蘋果 這麼漂亮大一顆 美國那個華盛頓的蘋果 這麼小一顆 你總不能把這兩個 不等量一個是 一個80塊 一個是四個100塊 你把它拿來做對比 這不合理 我們看現在的戰機就是 它基本上來講 像殲20它是隱身的 所以你從它的整個設計裡面 你會發現它的結角就是盡量 那個讓雷達的反射波 不容易反射回來 第二個它的塗料 會把那個雷達的反射波 會把它吸收掉 所以它本身的掛單量 絕大部分是在基附 所以它的基附的掛單量 是比較大的 還有就是它的電站系統 也就是說它跟整個指揮鏈 跟這個通信系統的 這個整個鏈接的 情報的空域的掌控信頭 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美國把它 這個拿來做對比 這個顯示是很可笑 也顯示出一種無知 但是嚴格上來講 就是一種無奈 因為台灣唯一的 所謂的先進的戰機 這就是最好的 就是F-16V了 那也就是唯一的最先進的 那就沒有F-22 沒有沒有F-22 那美國因為F-22也停產了 因為它出了問題了 美國不能夠再生產F-22 所以美國現在能生產的 就F-35 F-35是輕型機 這跟F-16是同等級的輕型機 那這樣的一個輕型機 也是作為外銷的 那F-16也是作為外銷的 那你從這個邏輯 就可以知道 新聞週刊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基本上來講 是不專業啦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 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